防疫期间虽然不少生意遭受影响 不过还是挡不住善心开端 吉安湘在地企业满达建设有限公司 还有唐义建设公司 双双见证了新台币10万元的人爱基金 要为吉安湘挹注防疫光怀能量 乡长游淑貞亲自代表寿政也回正了感谢状 吉安湘在地企业满达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游文达 还有唐义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焦成 日前商约前往吉安湘公所 个别捐赠的10万块钱人爱基金 希望可以挹注吉安湘防疫及家户生活物资的关怀量能 吉安湘有这个需要 对我们打疫苗的民众 做一些防疫物资的提供 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所以我跟我们的邮董事长两个讨论之后 觉得既然相公所这么的认真为民服务 那我们企业等于我们的在地企业的一个付出跟帮忙 所以我们就一不容辞 有需要那我们就有这个能力 也很感谢巷长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我看到我们的吉安湘的巷长 我们游巷长真的很认真 所以说我们也是吉安湘民的游分子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出一点绵薄之力 可以帮助大家 巷长游淑貞亲自接受也回正了感谢状 谢谢我们满达建设 以及我们唐义建设 我们的游董跟秋董 为我们抛砖引玉 开启的这样的防疫能量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的团队 一定要更认真 更扎实的来做好各项的防护工作 尤其这一次是我们仁爱的防疫基金 我们也要遍及到我们的这个个别户 或者是我们的关怀户里面 那在这次我们的施打疫苗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做一个紫金释紫的 这样的一个宣导工作 希望我们吉安在推动防疫 一定要让我们坚守 每个人的健康平安 吉安相公所表示 仁爱基金是用在危急时刻 为弱势家庭提供支援 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缺口 因此在疫情关键时刻 有企业愿意秉持社会责任 真正仁爱基金 协助相公所推展关怀工作 对此事上感谢敬意 借许丽琴吉安相报道 欢迎订阅 具体锁 请不吝点赞 订阅